OK 来 这边有个修正 有同学已经告诉我 这边 S 负的地方 这个 E 要换到下面来 抓下脚 OK 好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是很简单的 想个办法用一个数学的模式 OK 用比拟 angular momentum 的模式 来描述这个电子的 spin 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在写的这个 schilding equation 上面 我们就要在原来的微方形 上面再多加一下 就 electron 的 spin 像 微方形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看起来很不错 对不对 但是很快我们也会发现 有些状况好像也没那么简单 OK 所以要开始讲那个 没有那么简单的状况之前 我们先讲个简单的状况 假设现在我们有个 angular momentum 那有个 angular momentum之后 我们一定会产生一个 magnetic moment 那么假设我们把这个东西 放在一个很微弱的磁场里面 会发生什么事情 OK 我们就先从我们熟悉的 这个orbital的 这个 angular momentum 开始来描述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Okay. 假设我们现在来看一个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 假设有个电子绕着原子核在它们运动 我们现在将我们的磁性就摆在原子核上面 假设它没有运动 然后电子在它外面 用一个好像行星的模式在它们环绕着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 magnetic moment magnetic moment 它本身会是什么 R cross I A Okay. I是指它在那边流动了一个电流量 A指的是它的面积 对不对 它所涵盖住的一个面积 给它一个项链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呢 这个C指的是光束 所以我们的单位要注意一下 这个单位呢不是MKS字的 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Okay. 不过没有关系 那这方法E呢 电荷的电量呢 因ESU Okay.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的这个μL呢 就会等于负 我们把它通通带进去 所以这个πr平方 πr已经消掉了 对不对 因为A要乘上去嘛 所以会多出一个R出来 Okay. 所以我们就会等到负的 E over 2C 这个本来是R的单位向量 现在我乘上个R的大小之后 会变成R的向量 在cross V Okay. 所以假设呢 这个是V啊 那假设我电子有个质量 是M 我只要质量乘上它 就会变成一个线性的动量 这边乘上M 下面就要除掉一个M 对不对 所以我是不是就等于负的 E over 2MC R cross P R cross P是什么 就是我们Angular Momentum Right 就是我们简单的Angular Momentum 这一边呢 我先用小写的 Okay. L来表示它 Okay. The Angular Momentum 你要把它写成为 大的L也没有问题 Okay. Okay. 但特点是 它真的是垂直于这个方向 Okay. 好 那么假如说呢 我们这样一来 我们就知道 这个是Angular Momentum 这个是什么 Magnetic Moment 所以Magnetic Moment 跟Angular Momentum 当中有个系数 而且前面加上个负号 它代表一件事情 Angular Momentum呢 指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的角动量而已 对一个质量在这边绕 它的角动量要遵守右手定着 它这样子绕 所以它角动量的方向在这边 但问题是对Magnetic Moment而言呢 它要谈的是什么 是电流 对不对 那假设电子是这样子跑的 电流就相反 所以Magnetic Momentum 对电流而言 也要遵守右手定着 它就变得反向 这样一绕呢 它就朝向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对一个电子的系统而言呢 它的Angular Momentum朝上的话 Magnetic Momentum就要朝向 OK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记住的一件事情 所以常常呢 我们会将这个MuL呢 跟L Angular Momentum当中 呈上一个 Gamma L OK 那么其中 这个Gamma L 就被定义为负的 E over 2Mc OK 就可以被定义成这个样子 好 假设 假设 我看看 记住 这边我写的时候 写到这边为止 都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古典的表示 但是假设 我把它apply到我们的一个Magnetic 的这个 apply到我们的Wave Function上面去的时候呢 在我们有加持 沿着某一个方向来讲 along a certain direction OK 那么我们的MuL呢 我可以帮它写成这样 OK 我们把它直接 因为我们L啊 假设是 直接投影到我们这边上面来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Z轴 说明投影上来应该等于ML 对不对 H bar 那我们假设ML呢 就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沿着Z轴 对不对 那ML 我们现在假设它是1 所以我直接可以写成这样子1 因为这样一来的 我们就可以define MuB呢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叫做 Ball Magnetron Ball Magnetron 它本身的大小就是 EH bar over 2mc 它等于9.27乘上10的 Fu21次方 2 per Gauss OK 我们就会有一个Ball Magnetron 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出现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出现 OK 一般而言呢 我们在探讨这个材料里面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去探讨这个材料本身 因为它上面隐含的不只是一颗电子 而是很多颗电子 那么这个时候到底它所呈现出来的 磁具有多少 OK 我们这个时候都会用Ball Magnetron 来当作它的单位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东西 我们呢 左边那边所讲的只是很简单 一个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 跟它所对应出来的magnetic moment 假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orbital的magnetic moment 放在一个很微弱的磁场下面 会怎么样 OK 那这个呢 我们在大二的这个量子物理里面 应该都教过 对不对 或者是近代物理 近代物理应该有教过这个 有没有教过这个 OK 好 它指的是这样子 好 来来来来 the orbital OK 大家都在笑吗 magnetic moment in a very weak weak magnetic field 就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是本来是这样 假设呢 假设呢 我们这边有个L 它在这边 然后这个L呢 在我们的B呢 B就在这个方向 B就在Z的方向 那么它 假设按照古典的话 它就转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会给它个talk 但事实上在我们量子力学里面 不允许这个样子 它呢 它呢 相对的 会在这边呢 旋转 这边呢 叫做Z 那么 假设L是这样子 哇 我这个画的不太好 我把这X画到另外一个比较斜的方向 那么这个呢 它的反方向就是我们的μL OK 那么我们这个呢 投影下来 投影在这个地方 这边就会有个Fy的方向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我们有一个magnetic 有个angular 有个magnetic moment 放在一个磁场下面 它就会受到这个磁场作用的产生一个的力矩 它会有个talk 会是这个样子 OK 那 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力矩呢 指的是什么 力矩指的是angular moment 随着 你看看吧 我们F F呢 就是dp dt 对不对 talk 所以这个呢 就可以写成dl dt 那么既然这边用L 我可不可以把μL 用L来表示 可以啊 对不对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为gammaL L cross B OK 我就可以用这样子来写 好 那我们再看看 什么叫dl dl指的是在这个力矩下面呢 这个L的变化量 所以假设这个L呢 力矩是什么 你看μB μL cross B μL cross B 在上面呢 所以假设 这是什么意思 cross 起来 会向内一个力矩 对不对 这个力矩作用在它这边 就会让这个产生一个processing OK OK 就会让这个产生processing 这个大家了解吗 这个大家了解吗 有了解 嗯 好像大家都不太了解 你看看吗 μL cross B μL在这边吗 cross B 或者是 你把这个L cross B也可以 只是插一个符号 对不对 L cross B是这个样子 插符号就是朝内 这个是力矩的方向 所以力矩呢 会等于这个东西 随着时间的改变量 但是力矩的方向垂直于它 所以它的改变量呢 它一定要怎么样 改变方向而已 对不对 所以它一定要改变方向 所以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第一 L的这个大小的绝对值 一定是什么 L sin θ 这一段L sin θ 然后呢 随着这个角度改变一点 对不对 它的改变量是在于这个地方 所以呢 这个力矩就会让它在这边 旋转 OK 这个我们称之为静动 对不对 好 待会下课呢 我上去拿个陀螺下来 我们玩一下 OK 你马上就知道 什么叫静动 OK 好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带上来 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会 一个什么 L sin θ d5 dt 对不对 这个就是左边的 要等于 γL LB sin θ 这当然啦 因为μL嘛 μ就是γL L乘上B 的Close 就是LB sin θ 对不对 我们会等于这样 这一看啊 sin θ sin θ 互相消掉 L跟L互相消掉 right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得到一个 d5 dt 等于什么东西 γL b d5 over dt d5 over dt 是什么 不就是它的角速度了吗 对不对 d5 over dt 是 叫做 Omega L 我们叫做 Omega L OK Omega L 它会要等于什么 γL 所以 假设我们只管大小 所以 假设我们只管大小 b 那么 我这边呢 它就会等于 1b over 2mc 这个叫做什么 Llama Llama Frequency 它会在这边进动 它的角频率呢 就有这个Omega L 改决定 OK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状况 我们就知道 当我们一个很小的磁场的时候呢 并不会让它 转过来这边 OK 它只会在这边进行 好 但是呢 对于这个系统而言呢 假设你要维持在这边 那就相当于 它最好的 当然就是alignment 在这个磁场上面 就好像一个磁铁一样 会随着外加的磁场 就alignment 在这上面 但因为这是个量子力学系统 不允许你做连续性的变化 那么 这个时候就代表 我们会有个potential energy 这个系统呢 会有个potential energy 从电磁学上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会等于mul dot b OK 那么 假设是这样子 状态下面呢 我们给它简单的case 简单case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1h bar over rmc the b give l 等于e OK 因为呢 我们呢 这个会等于 γl 负的γ γl 乘上l l在b的方向 就相当于l 只能够求取 我们把b的方向 当作z方向 所以l要投影在b上面 所以它的 eigenvalue 一定是h bar 乘上ml 但假设l等于1的时候呢 那ml就是等于什么 1 对不对 就等于h bar OK 我们用这样子 比较简单的方式 来写 OK 那要是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来 就告诉我们 energy 就等于什么样 这样子看起来 这个跟上面很像 对不对 你看看 Eb 只有eb 2mc 有2mc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写成 负 这什么 这是不是好像我们 Planck 在讲一个光子的一个能量 假设你一个能量是mu 有个光子是mu 告诉我光子的能量是什么 h mu 对不对 好我把mu写成ω 那光子的能量呢h barω 因为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 来表示 那么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会有 potential energy呢 作用在这个系统上面 它就等于负的 ωmc 也要乘上h bar 好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mu 这个mu的本身 它不会是一个连续值 在我们的 假设它这个电子系统 或者是 不管它啦 它一定要吻合怎么样 吻合量子的状态下面 ok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看待这个的话 就变成说 ok 假设我们本来 加一个磁场在这边 假设我们这边打进来一堆粒子 这堆粒子有一部分啊 这个muL呢 反平行于B 那么 它就会得到一个 能量 或者是平行于B 又得到另外一个能量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啊 假设我们讲的是一秒 电子的比较简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有个能量 就把它分开来 ok 它就会分开来有一个朝上 有个朝下的能量 那么 我们呢 本来是说electron呢 打过 一个uniform的B 那么 这个时候呢 它马上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它会怎么样 它会什么 形成两组 对不对 那么这个能量呢 就会被分开来 各位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 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 应该再去借一个仪器来做做看才对 好 这个是大学的实验而已 好 那么这边呢 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呢 就称之为怎么样 Zeman 我看 Effect 也就是说呢 本来我们这个系统啊 假设你有一个S等二分之一的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它的投影量可以是正二分之一 或负二分之一 但是这个只是投影量 对这个电子系统而言 它们能量是完全一样 但现在呢 我只要加入一个很微弱的磁场 我马上就会让你这个能量呢 Split开来 它就变成不再是Degenerate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一穿过去的时候 你就会看得到上下两个怎么样 上下两个这个B OK 的这个点 就会打在这上面 那这个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 它的orbital的 这个或者是它的spin的 本身的这个 angular momentum 就被分裂掉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Zeman OK 假如说或者是我讲的不是electron beam 而是有一个L等于E的 那么它也会有同样的现象 对不对 或者是L它等于L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了 为什么呢 因为L等于L的时候呢 它会有更加复杂的现象出现 OK 那我们再来看看一件事情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请你记住一下 这个东西它在很微弱的磁场里面 它只能够在这边process 如此而已 所以它一旦在这边 它不会alignment在这上面 所以它本身会有个微能 因为外加磁场而build up起来 所以假设我一开始就是这个geometry 那么我就会有个微能build up 就是这个样子 假设我有另外一个geometry 我这个进来呢 这个L是朝这边 μL是朝这边 我就会得到另外一个能量 因为方向相反 所以呢 我们才会有两组 能量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一个是正的 一个是负的 OK 这是我们的意思 好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个 叫做spatial quantization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实验 叫做什么 Galach and Stern experiment in 1922 1922年 它做了一个实验 好久哦 对不对 好久 对对对对对 对 ml要等于1 你才有 才会是一个h bar 对 因为 你l等于1的时候ml 它才会有等于1的这个 的这个投影量 对面 专达 但是他也可以是0啊 它可以是负1啊 tin 它是等于零的 那么它就直接打到中间来 所以假设这个是ML等于1 ML等于负1 ML等于零 OK 它就会有类似这样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它做了一个实验是类似这样子 我们这边呢有个炉子 我画个很简单的 这个炉子里面呢 它烧了一些东西 把它烧高温 之后它会射出来 射出来之后呢 我这边有个很小很小的 让它这个可以穿过去 像射过来 射过来之后呢 它这边有个磁铁 OK 这个磁铁呢 我们假设这个叫做North 这叫South OK 不考虑Edge Effect 但这个磁铁呢 在这个方向看起来是均匀 但是照另外一个方向 假设这个叫做Y 这个叫做Z OK 那么假设你画另外一个方向呢 X Z 那也就是我看这个界面 那这个磁铁啊 它长得比较奇怪一点 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这个磁铁线 在这个方向上面 Z 轴的投影量上面 它是大小不一样 OK 所以我们B啊 这边的B呢 一定是BZ OK 是跟Z走的 上面的高高低低会有不一样 好来我们来看看 OK 假设呢 我们这条B呢 从这边打过去 OK 打过去之后呢 它经过了一个这样子的B 那我们就说 一个什么呀 uniform 假设这个uniform的 magnetic field 那么它会怎么样 produce neural force but a talk 对一个有词举的人而言呢 他只会给他一个例句 但是假设你通过一个什么 非均匀的 那我们会怎么样 produce force 当然也会有talk 那么假设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 我们知道力量一定很简单 力量就等于一个位能 一个位能叫做E potential energy 你在对的是空间做导函数 取负号就是 牛顿力学嘛 对不对 我们的Potential energy OK Potential energy 那根据我们前面的 Potential energy 就代表我们有个 Magnetic dipole 它本身是μL 这个μL呢 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头 它会感受到一个磁场比 这个就是我们的位能 所以呢 负负的阵 它会等于 它会等于gradient 对不对 ofμL.b 这个是很简单的 这个没有问题吗 对不对 好那我们呢 就把它呢 继续啊 写下来 那我们这个是不是相当于 一个gradient的什么 μL乘上B 的cosin θ 对不对 假设我们μL的本身 这是这个particle 它自己本身的μL 自己本身的Magnetic dipole 并不随位置而改变 θ 所以它进去的角度 本来多少就是多少 那唯一会改变的是什么 Magnetic dipole 这个magnetic feel 也就是我们外加的这个feel 本身我把它做成了 不均匀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会等于μL cosin θ 我看看 这边都应该要常说 OK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假如说我们的B 按照我们这边所设定的 它只是在Z方向 那么它一定会在Z方向 造成一个力量 叫μ cosin particle B particle Z OK 它一定会这样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for those dipole 平行于B 那么呢 它就会受到一个什么 is acted 它会受到一个往上的力量 for those dipole 假设是反平行于B 反平行于 OK 这个是反平行 我把它两个箭头 故意啊 把它写相反 那么它就会受到一个什么 downward的力量 OK 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什么 空间量子化 这个是什么 this is the spatial quantization 要是说没有spatial quantization 我看看 这边 不应当是说它会偏转 它在这边它并不会偏转 它在这边只是告诉我们说 它的能量会被分开来 energy会被分开来而已 偏转的是在这边 所以呢 OK if no spatial quantization 那么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dipole经过这个呢 不均勻的磁场的时候 它会受到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 depends on你的μL 在B上面的投影量 那么μL在B上面的投影量呢 它会连续的 OK OK 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我们这个病一打过来了 这个病一打过来了 它会被偏转 那么在我们的这张纸上面呢 看到就是一条 的分布 的分布 if has spatial quantization discretely discretely ok 它的这个投影呢 会怎么样 就只能够吻合我们量子力学要求的 这个才可以 OK 它就会这样分开来 那唯一呢 这个不是一个点 而可能只是一条 一个宽度呢 是因为你进来的速度大家不一样 OK 好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 假设呢 我的这个呢 电子进来的时候 它的orbital orbital的本身 我把它画在这边 对于永久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那我們叫一個L呢 它的投影量呢 ML會從-L -L加1 一直到 到什麼 L加上1 對不對 它的投影量可以有這麼多種 那麼是不是代表了一件事情 假設了我的這個裡面 去 L 打進來 那麼我這邊呢 就要打上去很多點 我打到了應該就只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所以呢我只要知道我到底是在做誰 我來小心一點做就可以了 所以比如說呢 我就讓一個氫打過去 氫很簡單啊 因為它只有一顆電子 L等於0 對不對 或者是怎麼樣 或者是你選擇另外一個 好 氫的2P 你把它excite到2P上面去 2P呢 L等於1啊 那這個時候呢 它打過來的時候呢 L要是等於1 你會有什麼 3個點 對不對 3個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 你一定會有這麼多個點 但是真正去做的時候 發覺 沒那麼簡單 看起來 確實如此 但假設你的精密度做高一點 你會發覺啊 喔 它每個裡面還會有個分裂 發生什麼事情 這分裂從哪邊來 從點子的這邊來 OK 沒有辦法 因為要是從軌道來的話呢 軌道的角動量可以告訴你 它的L等於多少 那麼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知道 你可以分裂成幾個點 但是呢 當我們解析 L的時候 比如說這麼進展速度都控制得很好 讓這個每個點都很小 讓這個每個點都很小 仔細的去看呢 它不只是一個點 它是兩個點 兩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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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這個時候就代表一件事情 你這個時候作用在這個potential上面的呢 不只是orbital而已喔 不只是orbital而已喔 你必須要μL 再加上個μS 兩個一起來作用 你才可以得到你所觀察到的這個特點 而且 這個μS呢 它只有一個數值 它正了二分之一或負了二分之一 只有這樣子 因為你要是一呢 你要是整數的呢 那不行 因為整數呢 你要是一 那就有10-1 對不對 你要是2呢 那是210-1-2 但是只有二分之一呢 可以得到正二分之一跟負二分之一 兩個結果而已 找不到第二個的 那麼這個時候 從這個實驗呢 就給它一個很強的提示 就是說 我們一個電子 在一個原子核上面的時候 不只是只有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 或orbital的magnetic moment 不只是這個樣子 它自己本身會有一個很特殊的 也不曉得叫做什麼 我們叫做spin吧 叫做spin的magnetic moment 那這個時候才建構出 我們整個對這個電子的認識 哦 原來 在這個時候呢 電子有這樣的特色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想要用古典來看 我們發覺很困難 因為古典看不到 要一直到最後面 Dirag呢 它用相對論的 這個概念呢 終於怎麼樣 把這個統一起來 所以呢 它這個是一個效應 它這個相對論的一個效應 這個有點像我們古典 的電磁波呢 電磁學上面有一個類似的效應 我們知道一顆電子啊 電子所在的地方 它旁邊有電場 有沒有磁場 沒有 電子什麼時候會有磁場 在古典裡面 什麼時候會有磁場 當它開始跑的時候 那跑是什麼意思 跑是要對著你看是跑 所以現在呢 我們問個很詭異的問題 假設這邊有顆電子在跑 各位你現在看到這顆電子呢 有電場之外還有什麼 還有磁場 但是我跟著它一起跑 我看到這顆電子怎麼樣 只有電場啊 對不對 那你說這很奇怪喔 同樣一顆電子 你看它像一個 我看它像另外一個 怎麼會差別這麼多呢 那就因為相對運動 對不對 所以最後面呢 假設電磁學呢 各位學了一下 應該應該 學到了吧 你們現在電動交到第幾張 電動現在交到第幾張 第幾張 有修電動的舉手一下 電動現在交到第幾張 才第六第七 我記得好像第十一張是相對論的吧 是不是 還是第幾張忘掉了 大二呢 有的老師交快一點也會把相對論交進去 最後呢 磁跟電整個都統一起來了 形成一個四度空間的一個矩陣 那我們呢 相對論一加進去之後呢 兩個就適用 OK 所以電跟磁兩個呢 其實是同樣一個東西 只不過因為它有相對論 那我們在這個量子力學裡面呢 又有非常巧妙的一個很類似的地方 當我們把相對論也擺進去之後呢 Direct的方式就足以完全的描述 OK 好 所以呢 從這個實驗裡面呢 馬上就告訴我們說 哦 原來電子有個自選 而且這個自選它本身的行為 就好像一個Angular 好像一個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一樣 它也會分裂 只不過它分裂呢 只有兩個 在這裡 OK 所以我們才可以建構出我們剛剛所講的這一些 OK 一旦我們建構出來之後呢 我們剛剛就跟大家講了 那我們就很容易來描述它 只要呢 我們在原來的Schödinger Equation上面 再加入一個怎麼樣 很簡單的一個Degree of Freedom就好了 那個Degree of Freedom就是Spin 所以呢 我們呢 將它很簡單的再寫一下 那麼這個時候呢 我們前面呢 我們就說了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很簡單的 OK 這樣子就足以描述它了 但是我們呢 很快呢 就會有個感覺 有個什麼感覺呢 假設你把兩個磁鐵擺在一起 你告訴我 夠近了的時候 這兩個磁鐵會不會彼此獨立 你的磁矩歸你的磁矩 我的磁矩歸我的磁矩 會不會這樣子 不會了 兩個有可能會卡破起來 所以假設你一個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 就代表有個Orbital的Magnetic Momentum 然後你有個電子的Magnetic Momentum 這兩個在一個這麼小的範圍裡面 這兩個會完全獨立嗎 機會有多大 這個不知道 一定什麼狀況下有 什麼狀況下沒有 對不對 所以在我們這個狀態下面 就告訴我們說 假設這兩個是獨立的 我就這樣子寫就可以 問題是事情有這麼完美了嗎 那就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Orbital的Magnetic Moment 跟Spin的Magnetic Moment 兩個應該會卡破起來 有這個機會 或者是你把它想成 你的Orbital的Angular Momentum 跟Spin的Angular Momentum 會互相卡破起來 這什麼意思 OK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呢 我們來這樣子 我們把它寫完 他告訴我們 假設這樣子來表示一個多多位方選呢 L跟S當中是沒有交互作用 什麼叫沒有交互作用 什麼叫沒有交互作用 L跟S Commute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在這種狀態下 Both ML MS are good quantum number OK OK 但問題是呢 我們是在這種狀態下 L和S 我們要來解釋一下 我們要來解釋一下 L和S 我們要來解釋一下 L和S L和S 最近呢 這個Graphine Graphine就是單層的石墨層 大家非常感興趣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spin orbital的interaction 非常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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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一件事情 假如說呢 我送進去一個電流 這個電流的 這個電子的spin呢 我一開始把它排好 它可以跑很遠 不會受到干擾 你要是呢 一般的材料裡頭 金屬材料裡面 一送進去 它很快就受到干擾 受到L的干擾 就開始產生一些scatter 這邊撞撞 那邊撞撞 最後撞到那邊呢 這個方向都跟原來進來了 沒有任何相關性 你就無法使用它spin的這個特性 你只能使用到電的特性 那你頂多就做出個電晶體 跟電有關係的電晶體 但是spin這個degree of freedom呢 我們卻放棄掉 所以假如說 我們能夠找到一個材料 能夠讓這個電子在跑的時候 這個spin可以保持一段距離 只要我們這個圓件做得夠小 在這段距離之內 我們就可以control它 那不是很棒嗎 對不對 ok 那麼這個就是為什麼graphine呢 大家非常感興趣 不只是graphine喔 最近有一些材料很特別喔 它是絕緣體 但是呢 絕緣體表面呢 因為表面它這個對稱性 整個都被破壞掉 裡面都是連續的對不對 裡面的都是很對稱 到了表面之後呢 外面跟裡面當然是不一樣啦 廢話 所以它表面就會形成一個全新的一個狀態 這個狀態呢 會讓電子在裡面流的的時候呢 好像有一條高速公路 什麼地方都不准走 偏偏有個地方 有一條高速公路呢 它可以在上面啊 維持住它的spin的方向 而且跑到速度非常的快 哇 簡直是奇特到不得了 ok 那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 現在科技啊 很想要解決的 還有另外一個也是一樣啊 明明兩個都是絕緣層啊 我把絕緣層跟絕緣層加起來之後呢 它在界面上面啊 就開始產生導電了 而且不只是導電 而且超級導電 導得好到不得了 ok 哇 那這些呢 就提供我們很多idea 以前我們以為呢 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甚至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就可以開始怎麼樣 為著未來而普路 到底可以怎麼應用 大家也在思考 但是對物理的人而言很好玩 我們只要好玩就好 管它有沒有應用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像當初的 Maxwell一樣啊 反正電根詞可以用一個 數學把它套起來嘛 有沒有用處 我不知道 對不對 只是現在呢 沒有Maxwell equation 大家都不要活了 ok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現代科技很重要的發展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呢 我們再跟大家講 Fs coupling 到底怎麼樣去看待它 ok 其中有個地方的計算呢 我沒有講得很清楚 我要各位呢 回家去看資料 ok 然後自己把它完全借完 一個很簡單的工作耶 這工作supposed 在大學部都應該要做完了 ok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個十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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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